6月2日 WEG与位于加州拥有客户总资产高达16亿美元的注册投资顾问公司 Pila Pacific Capital Management LLC合并营运 这是WEG在美国西海岸的首次交易 预计交易完成后 该公司的客户总资产将达到318亿美元 WEG执行长Jeff Docker和投资与业务发展长Jane Kahn Pila Pacifica公司总裁兼执行长李敏华等出席的仪式 成立于1997年的WEG是总部位于明尼斯达州明尼亚波里斯的独立财富管理公司 提供综合性和客制化的财务规划和投资管理服务 过去业务主要集中在美国中部和东岸市场 Pila Pacifica公司由现任投资长Arthe French于1993年创立 现任总裁兼执行长李敏华 拥有7名财务顾问 为高净值资产个人家庭公司信托 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完善的投资管理 和全面的财务规划与财富管理服务 这次合并后 Pila Pacifica公司在南加州洛杉矶 史玛利诺和北加州湾区Pacifica的Pila Pacifica营业据点 也纳入WEG的服务范围 标志着WE首次将业务拓展至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喜岸 进一步巩固了该公司在财富管理和投资理财全国领先的品牌地位 完成交易后 李敏华将继续担任WEG的资深副总裁和管理董事兼财务顾问 French将担任公司的投资研究总监和资深投资组合经理 并以WEG的名义开展业务 我们在管这么多的资产的时候 我们常常想怎么样来帮客户能够量身定做起来 那我们现在就真的是有一个我们叫one stop shopping 我们有全套的这样子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财务的服务 那除了我们投资之外 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现在是open architect 也就是说除了这个individual的股票 那也可以用mutual fund也可以用ETF就是index 那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服务的范围是更广的 那在planning在这个整个的规划上面 那我们也有更多更雄厚的这样子的一些专家 中国市场是我们蛮注重的一个市场 那我们也都知道它最近几年它的成长率是比全球的市场要来的高 那它的一些公司其实在中国市场里面是蛮具有吸引我们的地方 所以在我们的投资组合里面 我们运用了这些中国公司在美国所上市的ADR 来替我们的客户投资在这些中国市场的股票里面 华夏电视台记者瘦马利诺市采访报道